高雄桃園的名霸克魯橋 七號被土石流沖毀 導致三個里 復興 梅山 以及拉芙蘭成了孤島 而桃園區代表謝宜珍為了勘災 十一號在斷橋處落水失蹤 至今下落不明 由於這幾天 山區的天氣不穩定 土石流也不斷地發生 不僅讓變道搶通 與搜救謝宜珍的工作 已再受阻中斷 也讓受困居民 想要恢復交通的希望 變得遙遙無奇 謝宜珍的姐姐難過哽咽 儘管搜救人員這幾天持續沿著老農溪 從她的落水點往下游 不斷擴大搜索範圍 分水入空三路不斷勘察尋找 但已經第四天了 依舊沒有謝宜珍的下落 陳其邁十四號下午來到桃園勘災 表示不會放棄搜救 這個來在最短的時間能夠來搶救 我們謝宜 但這幾天山區天氣不穩定 玉碎溪不斷由土石流沖下 讓搜救一再受阻 而十三號下午約兩分鐘的土石流 更直接淹沒明巴克路橋變道 這幾天的搶通進度 原預計八月二十五號前可搶通的便道 公路總局未顧及工程安全 得等天氣穩定才能繼續搶通 無法預估完成時間 而一名巴克路橋中斷 而受困的復興梅山及拉夫蘭三里居民 受困七天沒了瓦斯 現在煮飯只能靠燒柴 家裡還有瓦斯嗎 沒有了 雖空情總隊會定期投放物資 兩時不缺 但眼看辛苦栽種的金黃芒果 到了採收季 卻無法收成下山販售 也讓農民很無奈 像我們這一打開裡面 有的勉強可以吃啊 趕快把路通行的話 那是對我們來講農民是最好的 所有人都陰陰期盼著天氣回穩 才能繼續搜救及搶通任務 就看老天爺能否回應他們的期待 讓天氣轉晴 記者陳歡與孟昭全高雄報導 我沒有了